关心财经议题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的财经报你知 南韩三星公司宣布率先推出全球第一款 可以折叠荧幕的手机 售价2000美元 德国公布了年度贸易顺差总金额达到 2940亿美元 这也是连续第三年蝉联世界第一 相较之下中国调到了第三名之外 看好绿色技术的发展热心悦意 美国的戴尔公司原本预计2020年之前 回收20亿磅的电子废弃物 但现在没有想到这个计划 已经提早两年打标了 台湾的斯佩克公司 因为没有向主管机关报备 便违法从事多层次传销 结果遭到台湾的公平交易委员会 罚款1万美元